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在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没人接电话 习惯是 喂 你好 喂 喂 拍照 你好 喂 拍照 你帮我看一下 我81年首期的 81年首期的 我后面的那个灵性有没有操作者啊 81年首期的 对 你念了几张啊 呃 当时跟我说是49张 然后我念完了 后面啊 后面已经又念了好几十张了 目前来看已经走掉了 已经走掉了是吧 嗯嗯嗯 好的好的 好吧 那那个我这边那个腰腎这边啊 有没有问题 还有血液有没有问题 你的血液有点问题啊 嗯 血液是什么问题啊 血压 血压 嗯 我今天跟你讲的 哦 血 你自己要 血压是高还是没有 特别当心你血压会高 过去 血压是比较偏低 你以后 哎 以后会高的 嗯 啊 那个那个 腰肾这边有没有问题啊 腰肾啊 腰有点小问题 腰有点小问题 嗯 你腰是一直算痛的 一直不开心的 嗯 腰啊 你一直腰有点算痛的 腰是神痛的 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们就好了 明白吗 嗯 脑子上有没有问题 耳朵这边 脑子啊 脑子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 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 你脑子就有问题了 哈哈 因为你 因为你老婆一天都会骂你 你脑子有问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那个台长 先帮我看一下事业怎么样 事业啊 嗯 呵呵 事业里还蛮好的 人家老板对你还印象很好 因为你这个人比较老实 嗯 你又不会去跟他争不肯 我是自己在做那个生意 啊 那没问题 何气生财咯 嗯 啊 没什么问题 啊 你只要听你老婆的话保证没问题 嗯 啊 因为你 因为你不听你老婆的话 你老婆一闹你生意就不好 啊 这样子的 啊 你试试看呢 就是 你过去试过吧 你跟你老婆 你老婆只要跟你一闹你生意马上就不行 就是 呃 不能吵架 一吵架就不行 哎 你老婆很厉害 你老婆压着你 压你 我想我想问一下 我前几年啊 呃 在澳洲这边投资了一笔一笔钱 这笔钱 现在还有没有消息 一万澳元 一万澳元投资了 嗯 嗯 应该拿不回来了 啊 应该拿不回来了 应该拿不回来了 啊 你现在只能 到了 到了今年的那个 今年我看看啊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写信给他 然后呢 在八月份的时候再写信 给他 就盯一下 三月份什么 三月份写信 吹 不管怎么样成功不成功 你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 就是可以 啊 一般是拿不回来了 而且跟你的 跟你的那个亲戚朋友有关系 嗯 啊 是朋友 哎朋友你借给他了 啊 喝个饭了 这个人 啊 帮我老婆看一下有没有联系啊 老婆是吧 嗯 几几年呢 82年属狗的 82年属狗 属狗 属狗 哇 你老婆厉害 气场很厉害 她念经念得很好 她气场很厉害 她念经念得很好 嗯 她气场很厉害哦 她她身上都有框了 所以她讲话你会吃气的 你不听她话 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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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只要稍微用点气 你马上就 下了 啪下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很厉害 嗯 嗯 她有没有灵性呢 她就是一个外 这个老妈妈 老外婆 不知道像谁 一个老外婆 身上有个老外婆 嗯 是在哪里啊 脖子上 颈椎 颈椎脖子上啊 嗯 哦 她鼻子啊 也不太舒服 鼻子这里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 就是这个 要 要多少小房子呢 你问她好了 鼻子 闷住 不舒服 眼睛 很干 不是闷住不舒服 她假装血 有没有问题 有啊 就是在她脖子啊 我刚刚不是说颈椎脖子吗 都是呀 颈椎嘛是后面 脖子嘛前面呀 不是颈椎脖子啊 哦 要多少小房子呢 蛮多的 两百 至少两百五十张 要两百张啊 两百五十张哦 哦 两百五十张是吧 嗯 这个 有没有规定时间了呢 没有啊 随便她了 啊 这是 尽快是吧 你老婆我告诉你 小 小 柳台长 你说得一下啊 柳台长 我是她老婆 我来问什么 嗯 我现在因为那个 还在帮我两个儿子 念评语功课 还有我爸爸 然后现在我自己 这样在念的 然后我现在 大背就是四十九遍 这种 经文上需要调整吗 还是说我可以帮他们念 你帮他们念 没关系 你不要背太多叶就好了 你现在 你现在自己这个老婆婆要 这个让你这个假装线 还有你的颈椎都不好 嗯 嗯 因为我假装线是有个节节啦 嗯 我告诉你 你这个毛病以后时间长了 会 节节越来越多的 不好 嗯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250张小房子听得懂吗 听得懂啊 放心 放心自己随缘吧 就是自己呢 要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全素已经吃了 我是从怀孕就开始吃 吃全素的 你要当心啊 就是这个老婆婆要 不停的给她烧的 你不给她烧 她会弄你的 嗯 她跟你的圆 我一直在给她烧 但是250张够不够 还是说我还是多一点 还是呢 多继续给她烧呀 收小房子呀 嗯 嗯 好的我现在刚刚许了100张 嗯 我到现在几年了十多张 哦 你知道她是吧 嗯 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不舒服 嗯 你赶快给她念 嗯 嗯 我是在100张以后再给她 再再 她会在 她会在小年夜晚上来看你的 她刚刚告诉我 嗯 她是谁我不知道 你她 你一看她你就知道了 呵呵 哦 你当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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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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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吧 嗯 好了 嗯 不好意思 那个我们家有没有灵 你灵性 我们家里 家家家家 你身上都有灵性 你们家家家会没灵性的 嗯 嗯 那我念张比例是多少呀 哎 三十四 好了 好的 不能再问了啊 好了 再见了 好好念经 再见 嗯 好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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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冯生琴 嗯 听见我说吗 听见 我想问一下我跟我先生的婚姻 你几几年呐 啊 我是 我是六八年的 属什么的 我的先生是 我的先生是六四年的 属什么两个人 啊 我是属红 我的先生是龙 哎呦 哎呦 过去很好 哎 现在一塌糊涂哎 啊 你的先生 应该外面有女人呢 嗯 是的 嗯 看得很清楚的 嗯 嗯 这个事情比较麻烦 他现在跟你分居了吗 还是跟你住在一起啊 他还是跟 他还是在 他还是跟我住在一个 一个house里面 啊 啊 但是呢 明白 我们已经不同 不同床了 不同一个房间了 知道了 那你现在 我问你 他现在 你发现他到今天 已经有两年了吗 超过两年了 哎呦 一般的就是一两年为界限的 如果比方说在两年当中 你能够把这个 你老公念回来 说明呢 他跟这个女人呢 这个缘分不深 明白了吗 你说的一两年的意思是从 一天 就是从他开始到现在还是什么 哦 就是说从他发现这个女人 到现在 如果在两年以内的话 你可以通过你念经把他 把你老公可以念回家 跟那个女的就可以拜拜 嗯 听得懂吗 这个女人呢 就说明跟你老公的缘分不深 嗯 但是呢 现在超过两年了 嗯 那么你基本上 就要自己要明白了 就是说 你现在跟你老公缘分不深 好像那个女人跟你老公缘分很深 听得懂了吗 哦 你就是说 因为 你说 我的老公跟这个女人缘分深 跟我就没有缘分了 是不是 没有说没有缘分 就是缘分不深 你什么话都听不懂的了 哦 明白你讲 就是说 他跟这个女人的缘分比我跟他的深 哎呦 会编的 自己 我讲一句话 他就会把它编成这个意思 哎 你有文化没文化 你你你读小学 几年级啊 我不会 我不太会中文哦 老师 嗯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我现在讲 你的老公跟你的缘分 还有 只是那个女人跟你老公缘分也有 听得懂了 明白明白 现在我明白了 不要编好了 嗯 还想讲话你就照实 讲嘛就好了 还编编弄弄的了 真的要命 啊明白 现在你要跟你老公两个人不能太硬 否则他会跟你离婚的 听不懂啊 我听懂 你叫我不要跟他太硬 要远一点的态度 对 对 明白 你不要再硬 你太硬的话他就给你缘分崩掉了 你如果现在不跟他硬的话 他还不好意思做出很多非常强硬的姿态 对 他要面子 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他要面子 对 而且我告诉你 你那个女的比你好不了多少脾气也是很厉害的 而且老盯着他 对 而且呢经常要骂他的 对 对对 而且你老公现在讲老实话钱也没有什么 然后呢自己呢当时花人家 现在呢被人家又有点看不起 所以他呢回家呢又没面子 在外面呢又丢脸 听得懂吗 懂 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说的 你说的对 因为现在我们家里人他的父母也不赞成他跟我离婚 对啊 嗯 那你就不要离 嗯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嗯 那师父 嗯 你可以跟我说我怎么样练经 我怎么样放生 其实我一直都有练经 一直有放生 你念经念放生 你如果修其他法门我没办法讲你 我没有修其他法门 我就是 我就是 啊 修心灵法门 那你念什么经你讲给我听啊 OK 我念大悲咒 我念心经 我念往生咒 几遍 几遍 我念那个欺佛灭罪真言 我还念理佛大参悔文 几遍 我每天念三遍 我每个星期我烧给我自己小房子 心经念几遍 心经哦 念二十七遍 哈哈哈哈 你给你老公念了吗 我给我老公每天念二十一遍的心经 太多了 一百零八遍的姐姐咒 姐姐咒念一百零八遍 心经只能念 不能念太多 只能念七遍 我心经要念多少遍 七遍 我念给我先生七遍的心经 对 不能多 不能多过七遍是不是 对 七遍 你可以多过十一遍 但是你不能念二十几遍 太多了 OK就是 现在师父就叫我说 我念那个心经给我的老公 就是七遍或者是十一遍 对 念姐姐咒就念一百零八遍 我告诉你你老公否则早就离开你了 就是你因为不停的念 所以他一直不好意思 没有脸离开你 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你要坚持 那师父我已经放生了 你知道我放生了 已经放生了 一万条鱼 我也跟菩萨说 我在2017年的1月1号到2017年的6月3号 我会放生五千条鱼 对 你记住了 你现在把种子种下去 我问你会马上结果吗 不会 那你要稍微等等了 明白 等到你老公回来了就好了吗 明白 那 师父我还要给他烧那个小房子吗 继续 要 小房子他有冤解 这个 我要烧多少张小房子给他 你要烧多少小房子 你至少要烧八十四张 我至少要放要烧八十四张 嗯 我告诉你一句话 你这个老 你这个老公没什么大用的 嗯 我告诉你 被人家一讲 心就变了 听得懂吗 嗯 那我 师父我还要 我还要怎么样做才会把我的老公 就是你叫我放生 还有叫我烧那个八十四张小房子 有多少张 我告诉你的数字 就是一般的来讲 这个数字下去马上会有效果了 八十四张 啊 至于什么时候完全回来 完全心到你的身上 那就不一定是八十四张了 听得懂吗 就是一直烧下去 对 你八十四张烧了 不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 因为那个女的突然之间不要她了 或者这个女的跟她闹崩掉了 这种情况发生了嘛 你老公就回来了呀 听不懂啊 明白 你们自己不要 不要 不要踢踢踏踏踏的 我看你那么脏 脏兮兮的 穿的衣服也 也这个样子 你自己稍微打扮打扮呐 讲话不要太厉害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明白了 穿 你为什么不穿皮鞋了 我不穿什么 皮鞋 我不穿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皮鞋 OK 明白 你人已经个子不高了 你为什么不能 穿一张 稍微高 高 高一点的鞋 你叫我 穿一点 穿一张 穿一点高的鞋 看起来就高一点 对啦 你就会有自信心啦 你现在整个就像一个 我算了 不讲你了 我知道你说你叫我打扮一下 对不对啊 我知道 有机会你看见我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师父给我提示了 我会知道怎样做的 知道老师 你要记住了 人跟人之间 有时候 只要在正常的范围当中 自己呢 稍微放下一点自己的心 因为有时候你 在家里人家先生看见你也会有点感冒的 明白了吗 因为有时候 有时候人的恶缘来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外缘上要做些努力 明白了吗 你没有恶缘的话你当然无所谓了 你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现在你外 现在你恶缘到了 你这个外缘稍微要弥补一下 然后再念经啊 许愿啊 放生啊 自己打扮了干干净净啦 那老公说不定那个时候 这就回心转意啦 这种情况都会发生的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也叫妙法呀 没办法的呀 明白师父 下次我机会看见你的时候 你一定会说 我会 我一定 我有改变的 哦 对因为 我想我这样讲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 我 看见你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这个人是谁啊 我就是 每天就跟你说 我先生中杠头的那一个人 哦 就是你啊 就是我啊 今天 今天星期六 因为我公司啦 我就 因为我要打电话给 给师父嘛 所以我就早点放工 哦 哦 啊 我就说我看我有 我这么缘分嘛 我就 我一直在念那个 那 你很好 回家的路上 你要记住 你老公 师父能够给我 你老公早点晚点 早点晚点 被你这么念念念回来的 你这个老公没用的 你这个老公没用的 还有给我的support嘛 师父 嗯 对啊对啊 OK 我现在还有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嘛 师父 没多少时间啊 你已经问了够长了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先生身上还有没有钢头 还有 还有 你现在被这个女人 钢头下的蛮大的 而且不是 好像不在澳大利亚下的 是在海外下的 不是在澳大利亚 他昨天才回来啊 昨天一回来下飞机 他回到我的公司 他跟我说他要回家 我说你已经休假了五个星期了 你还回家干什么 我说你留在公司工作 我跟他这样讲 嗯 你不要凶啦 你老实一点了 好吧 我知道 但是我心里不好过 因为我忙的 公司忙了 他已经放假五个星期了 他回来还跟我说要去休假 哎呀忍辱啊忍耐 好吧 那 嗯 师傅 那我还要烧多少张小房子给他 我刚刚就讲了 就是够了 就是 你说他还有钢头在刻的 对呀 八十六张吧 我之前 你知道师傅 你给我开市的时候 叫我六百张的小房子给他 嗯 我已经烧好了 就是在去 就是在去年一六年的时候 烧好了 就是在三四个月里面 我就烧好给他 然后他要再去 所以变成就是这样 好啦 不要紧张了 好好念吧 好吧 谢谢师傅 再见 明天的法会 我会到法会去 好的好的 再见 谢谢你师傅的开示 再见 明天晚上见 嗯 再见 这是我们澳洲的佛友 嗯 喂 你好 喂 喂 你好 师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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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想 自己的业障 自己被 想请师傅一下 就是 我儿子是 96年2月19号 看看他这个 学今后的 这个 能干 做什么工作 比较好 鼠什么 鼠什么 呃 鼠鼠的 96年2月19日 2月19日 鼠老鼠 哦 他现在不用工了 嗯 对对对 哎 整天探完 嗯 而且晚上不要睡觉 嗯 哦 我告诉你啊 你这儿子呢 身上没有大灵性 小灵性 哦 有个小小灵性啊 嗯 青蛙 青蛙 好多青蛙 哦 对对 那那 我知道了 我小的时候给 为了治病给 抓了很多青蛙 可能都在他身上 看见了吗 嗯 对 师傅 说的很对很对 我小的时候抓了很多很多青蛙 我自己都知道 哎 全部到他身上去 所以他这个孩子整天在家里 呃 人停不下来的 一会儿做这个 一会儿的 一会儿讲讲 一会儿弄弄的 对对对 那他这个我 我需要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 我看一下啊 嗯 呃 63张吧 嗯 63张啊 好好好 嗯 那他这个 将来能做个什么工作 比较合适 师傅 他属什么 呃 属属 96年2月19日 属属 属属 他两个工作可以做 啊 一个嘛 做供销 供销啊 啊 还有一个嘛做设计 啊 设计啊 设计他也行的 啊 他现在学的是一个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啊 那就是跟供销有关系的 啊 以后在网上 网上买东西啊 卖东西啊 商业嘛 啊 对对对 他就学的是这个 那么就是那就是供销呀 台党会比较老实一点了 这像台党这年龄嘛 我们那年代 那个那个就是 买东西买卖东西啊 这叫供销 供销科 哈哈哈哈 啊 对对对对 师傅说的很漂亮 嗯 好吗 师傅 我在想 他上次改了改了名了 不知道生亡成功没成功 嗯 叫什么名字啊 呃 原名是刘佳琪 呃 改名以后叫刘轩宇 刘轩宇 啊 说什么 叔叔 96年叔叔 你以后等到他46岁的时候再帮他改一次吧 哇46以后能改吗 可以 能改个啥 可以再改 我不管 反正他这个名字 他这个名字用到46岁 之后就非常不好走凶运 哦 所以 所以你去看很多文学家 很多人他就是 他他为什么改三四次名字啊 你去看很多有名的人 对不对啊 很多政治家 他都有好几个笔名的 他他懂的 我到这个年代 这个时候我用这个名字 我在这一段时间我用这个名字 哦 哦 对对对对对对 那跟 改名以后跟他这个祸口 或者是这个身份正常没关系 没关系 灵动性 最主要灵动性 你看我们到澳大利亚来了 我们很多人叫外国名字 你用不着在护照上改的呀 哦 对不对啊 那他别人 别人叫 该叫什么名字 他就 随便他叫就可以啊 啊 直接叫嘛就好了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了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您给我看一下我这个 我这是七零年 嗯 嗯 扶狗的 这个看看我的身体 现在 可能问题比较多 心脏 当然行 啊 其他没什么 脚 心脏 前列腺 脑子有点小问题 嗯 我这现在就是这个头疼 现在我就 我就讲你脑子 我不知道是啥 啥原因 灵性啊 灵性啊 不要讲了 我这个总共在多少张小房子 师傅 你这个总共 全不身体 280张 280张啊 慢慢念吧 嗯 好吧 你有一个有一个小小老头在你头上 嗯 哎呦 这是我都是 小小的 不是 小小的 嗯 看着这白头发 花白头发 白头 嗯 嗯 个子很小 嗯 好吧 那我看 好你进来 看看 看什么 你要看我 晚上叫他来看你们就好了 哎呀 师傅您给我加持加持 不要叫他来 我不知道我的 不知道我的佛台笑的咋样 我 佛台蛮好 佛台蛮好 喂 佛台蛮好 佛台蛮好 好了好了 不能再讲了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你保重师傅 啊 好好再见再见师傅啊 喂你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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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问是人是佛台长吗 啊 你找佛台长是吗 啊 啊你等等啊 我去帮你找一下啊 哦 佛台长你好 哈喽 哈喽 听出来 没有看到会打通电话 啊 啊 武大长我是 啊 1962年出生的 啊 俗福的 我是想问一下哦 目前公司的 啊 啊,那个,经济情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要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处理,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跟人家合作吧,对,对,主要是你跟他两个人,那个人现在比较烦恼,他不愿意做,是,是,最近一对话牢手,最近一对话牢手,最近一对话牢手,现在知道了吗,台上怎么都知道, 对,我告诉你,你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在今年四月份以前转让,四月份之前,四月份之前转让,还有一个方法,你四月份之后你自己称,大概要称半年, 啊,半年之后你的利润会上去 哦,好,随便你 就是这两条路,一个就是说四月份转让给人,另外一个就是 自己,四月份之后,那么就是十月份,应该说 舍四个月再加六个月嘛,对不对啊,十月份嘛,嗯,十月份的话你就开始转好了,嗯,哦,嗯,他说如果继续合作还有,还有路吗,因为合作了好,好多年,嗯,你,你要吃亏,你可能会吃点亏的,嗯,哦, 哦,你会亏本的,亏本的话,他不,不要不让他亏本,你亏本的话,他就会继续跟你合作 哦,好,这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听得懂了吗 哦,嗯,好 哦,然后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拿下来的话,就是多半年后,你要告诉他,对啊,你要告诉他,你一个人拿下来的话,你要跟他讲,我现在没钱,我要到今年十月份,我才能拿得下来 哦,然后,哎,然后,然后,然后你就,然后他就会在这个六个月当中,他也会,不会拿你怎么样,他还会这个营业, 你要要保持,你要告诉他,你说,到十月份的时候,如果一直不好,我也不拿了,如果这个生意一直很好,到十月份,我就把它买下来 这个时候,嗯,他就会帮你拼命做,然后你在这个,这个十个月当中,你已经可以赚很多了 哦,你把,你再把赚的利润给他,然后你就把这个生意买下来了,就是全部都是你的了 哦,然后目前,如果还没有 买下来之前,呃,他如果还是继续合作到那个十月份,这样行吗 可以啊,可以啊 也可以啊 我已经讲过了,你要告诉他,要买 但是你告诉他,如果营业额一直不好,我就不买了 你说我们,我们到十月份,大家就卖掉吧 那他也亏本,你也亏本 对不对啊 哦,好 对不对啊 不是十月,不是四月哈 十月啊 好吧 那如果靠恋星放生这一队,有办法把目前合作的公司,这样,呃,继续再维持下去吗?有办法吗? 有办法,办法是有,但是因为你的命根当中,我刚刚看,你这一段时间是没有财运的 也就是你上辈子这段时间没有财运,你要到十月份之后 但是呢,你从现在到四月份当中还有财运 这是有六个月,有六个月,下面的六个月你没有财运,你听得懂了吗? 好 好了 好好念经啊,好好念经,念姐姐奏啊,跟你那个潘啊,念姐姐奏 姐姐奏啦齁 跟你那个火鸡 每天念多少遍 每天至少念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姐姐奏啦齁 你这个火鸡一会发脾气,一会发脾气的,他经常发脾气的 是啊 而且他,他这个性格 有一次你说,往桌上啊,这边不反应,那边不反应 哎呀,烦得不得了 是啊 嗯,这样念姐姐奏,然后其他的还需要练什么吗? 其他的就是,好好地做生意了,什么都不要练了 嗯 就是,呵呵呵呵呵,好好的念经啦,好好做好人啦,多许点愿啦 好吧 嗯 现在不好的时候,多指点福,福是可以指起来的,就像植树一样的 明白了吗? 嗯 好吧 好 好了 好 放声啊,自己多放声 放声可以聚才的,明白了吗? 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喂,你好 哈喽 你好 你好 是台长吗? 是 哎呀,台长,台长,你好,你好,台长,我,我就是,呃,我之前有教,呃,那个,我是新加坡打来的 啊 啊,我是,呃,之前你帮我看图腾,就是我家里面佛台,呃,有灵性六十四张小房子,还有就是我门上墙上的那个福州四十九张小房子,嗯 我现在这个星期就可以练完了,嗯 嗯 啊,所以我想叫他,呃,请台长帮我看下我家里的佛台,还有那个福州,我想说请下来的话,呃,呃,呃,还需要再面小房子吗? 啊,几几年呢? 啊,呃,我是,呃,我是1969年属机,嗯,1969年属机,嗯,那个福州还不行? 嗯,福州是,呃,墙上门,门外墙上的福州? 哦,对,还不行 哦,那还要多少张小房子? 27张 27张,好,那呃,佛台上的灵性呢? 没了,走掉了 没,走掉了,这样,台长我想请问,因为我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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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一张小房子 是请那个观音菩萨吗 和那个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 观音菩萨你可以继续放着也可以 对不起听不清楚 观音菩萨你过去一直拜的 你也可以放着没问题的 可以放着没问题 像那个地主宫呢 地主宫就另外宫吧 另外宫吧 另外宫就另外一个佛台 另外一个佛台啦 大一个小一点的嘛 就可以了 这样我想问台长 那我那个观音菩萨 他顶上的那个佛奏可以请下来吗 他一定要请下来 已经可以请下来的是吗 是啊 这样那个地主宫的佛奏也可以请下来啦 地主宫你不求的话 你反正换另外一个佛台 你不请也没关系啦 哦哦哦哦 这样我把佛台换掉的话 我不请地主宫的话 我直接按那个 我的观音菩萨和那个金童玉女都可以是吗 对啊 你如果另外按一个佛台 你最好了 你就把你过去的观音菩萨 金童玉女啊 地主宫继续供着 因为你这样一供的话呢 他就是不一定是观音菩萨来 就是你经常供的那些神啊仙啊会来 哦哦哦 就是没方法 然后呢我们的观音菩萨你供我们的菩萨来你就不要供另外一个佛台 另外一个佛台跟他岔开 就是我们的关系不是要相刷完了 你在供那个 明白了吗 哦哦 不是很明白 但是我会再重听 重听吧 好吗 那台长我想再问一下 我那个天功儒 在外面的那个符咒上面 那个天功儒也可以请下来是吗 请下来这个要请下来 天功儒要请下来 听不懂啊 哦哦听懂 那请下来还要念小房子吗 要 多少张 七张 七张 地主公也是七张对吗 地主公 我不是说你供了吗 供了就不要请了呀 哦供了就不要请 因为我想要放佛台 你不另外找个小的台吗就好了 小的佛台吗 哦哦哦 好好 就是观音菩萨跟金童印尼一个佛台 地主公一个佛台 明白了明白了 我很高兴大同 好吗 很高兴大同 因为我有email去你们的东方台 我在等你的消息 哦因为东方台 东方台那些小孩子 对因为有一个同修师兄帮我email的 我很高兴 他们经常 他们经常就是念经念了睡着了 所以一睡嘛就睡两天 不行了 哦哦 在天上没下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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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长台长 你可以帮我看看一下我的呃先生可以帮我加持吗 因为他很难信信佛啊 你给他你对着他今天念四十九遍解节奏 我每天都跟他念七 解节奏啊 嗯 解节奏 哦要念念几遍的解节奏 对着他就是跟菩萨起求的念解节奏 我们新加坡见了 再见再见 感恩感恩谢谢台长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那么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的明天 星期天中午还可以跟台长在沟通 哦明天星期天哦 这个这个明天大概不能沟通 因为明天台长开法会了 好那么 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